小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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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蜜蜜 为什么有断句 因为我个人对于小蜜蜜 这三个字还是很敏感 好啦 但是还是很开心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 愿意把你们的秘密或是 藏在心里面很久的话 愿意分享给我们 其实我跟小蜜蜜啊 常常会在这个要录制 我们秘密储藏室的时候 会很认真的就是 看大家的阅读大家的 这些秘密 因为我们都会想说 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书籍 然后分享给你们 不认是一些生活上 心灵上 这些一些的改变 或者是可以解决一些 心里面的压力 都好 这样子 对 而且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我们的回馈 可以让你们 稍微轻松一点点 那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 想要变成速冻的原因 没错 现在我们就直接来听听 我们秘密储藏室 五号档案 我们的登录者是 Ariel 台北最北部的城市 小时候某一天 午觉睡醒 发现妈妈外遇 原以为像是 一夜晴那样一时兴起 没想到大学毕业 返家后 发现这段关系 仍然持续 常常在想 什么都装作不知道的我 这样做好吗 希望妈妈可以诚实 面对自己的情感 就算离婚也无妨啊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说出口 抱着对爸爸的愧疚 日复一日 这是我的选择 为了维持现阶段 表面的和平 所付出的代价 花号 希望这个秘密 不会让人感到太沉重 毕竟已经几十年了 情绪也有变化 近期的我开始尝试 谘 想要用另外一个视角 看待这件事情 会想要分享出来 是因为前阵子在 迪卡发现 有不少人 跟我有着 类似的烦恼 也希望大家都能 找到自己 储藏秘密的方式 好 很沉重的秘密 小秘密 感觉怎么样 就是 你知道这是一个 横跨了十 他说几十年 因为我不知道他几岁 但对我来讲 我觉得一个小孩子 然后看到了那样的场景 那他又不能跟别人讲 这过程是真的很辛苦 但我又有点为他开心 因为他在迪卡上面 看到有人跟他 有一样的处境 那同时间他自己 也尝试要谘商 所以等于他 他自己有 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 让自己可以 舒缓这些压力 所以我又为他 感到开心 就是有感受到 Ariel他有为他 自己的生活 就是在好好的努力 嗯 好 那这一次看完 Ariel的秘密之后呢 其实 我想啊 毕竟这件事情 一定在你的心里面 就是这个压力 一定是你背了非常的久 所以 我觉得很棒的是 你还去找了资商 就是你已经选了一些 你可以抒发的一些管道 所以相关的 比如说抒发心理啊 那一块类型的书 我就觉得 好像不太适合 对 然后我就觉得有一本小说 就是Ariel可以来阅读一下 我觉得当作是一个 另外的一种 既有娱乐 自己读了又可以开心 然后他也可以让你 面对一些 自己的状态 说不定在想法上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转变 这一本 虽然是推理小说 可是我觉得 因为他是同野下生的作品 我觉得他在写 关于女性 心里面的那一种 呢喃 那一种不安 我觉得他都 描述的非常的好 嗯 对 然后这本书叫做 无尽的耳语 他有一点 带有一点悬疑 这样子哦 就是无尽的耳语 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 无尽的耳语 有点像是我们内心里头那一种 就是有一份不安 或者是猜忌 然后一直不断累积 当这个 圈圈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知道在心里面 就是会激起一圈又一圈更大的涟漪 然后那里头的成分就有悲伤啊 嫉妒啊 愤怒 而在这些所有的情绪里头 大概都会是在没有相互沟通 理解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会慢慢 从这个涟漪 然后慢慢变成一个 很汹涌的波桃 然后会在你心里面一直去撞击 所以我想当你一个人要去承载这些压力的时候 内心的感受可能会是这样 因为毕竟你没有办法去问妈妈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理解妈妈的立场是什么 对于爸爸又会有一个愧疚 然后再来又是这是自己身处的家 对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这一个秘密 我相信旁人给你的建议 我觉得一定有很多 或者是说 我觉得旁人给你的建议 其实也不太重要 因为这个是你的人生 这也是你的家庭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陪伴 那这本书呢 就是我想要推荐给你的 好 那这个书的作品 主要是在讲说 有一个女生 那因为他的前夫在八年前 独自出海 然后遇上了这个海难 对 然后他就一去不回了 可是他没有 对他一去不回了 然后但是也没有打捞到他的遗体 所以其实他一直等 等到差不多四年 就是法定判说他是死亡了 这个女生他才再婚 那这个再婚的对象呢 其实在日本是 在日本的商业社会地位里面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会长 可是跟他的年纪 就是差了非常的多 然后这个再婚的对象 他已经有三个小孩 好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女生他在一开始 他们的对话 就是感觉就是像两个人的 就是他跟他老公的对谈 可是在对谈的时候 他都会有一些就是 为什么我会吸引到像课典 就是社会地位这么高 什么我会吸引到像这样的人 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明白 我们的差异性其实很多等等的 或者是 对方应该是这样想的吧 是这样吗 还是说算了 我不要这样做好了 我觉得他应该只是一个暗示 就是他会很多的揣测对方在讲些什么 对 然后或者是说 心里面会去质疑对方讲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的情景啊 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头 我就觉得好像每一天都在发生像这样的事 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你不知道你听到的是 是不是人话啊 真的是 而且有时候你不能确定 例如说可能像这个小说主角说 为什么他会来爱我 我是值得这份爱的吗 这个真的很普遍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去跟人家按个赞 都还怕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在撑人家 或是留个言 就是会有一些压力 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会让我们一直想 所以真的是无尽的耳语 真的 这真的是一种猜忌 对 然后当一个事件去扩大这个猜忌的时候 就会变得一点串的事件的发生 好 所以呢 这个悬疑的部分就是在于 有一天他的前婆婆就跟他说 媳妇我跟你说 其实我的儿子还活着 他有来找我 真的假的 是不是就傻眼 很毛耶 然后呢 这个女生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加上一连串就是奇奇怪怪的事情 就包括他觉得 好像也有看到很像他前夫的人 然后本来一开始想要逃避 因为他觉得 现在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事情都过了八年了 还想要我怎么样 可是他一直接到一些 没有声音的电话 就是从公共电话打来的这种无声电话 这真的很恐怖耶 超可怕的 就很诡异 然后呢 我刚刚不是有提到他的 就是后来他现任在家的这个老公 他不是有三个小孩吗 有一个小孩他就特别的叛逆 他是家里的老姚一个女儿 然后他就是会在网路上面 就去攻击他 觉得他就是为了钱才嫁进他们家 然后因为他们家 就是我刚刚我说 他就是一个就社会地位很高 所以大家就开始揣测说到底是谁 所以在网路上面 舆论上 媒体上 就是也有一些这种不好听的话出来 就让这个女生心里面就更烦 然后 这女生就开始决定说 好 就是他决定 就是也要去查一查 他前夫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真的常常 因为他们 他真的去海钓吗 就是他的朋友到底知不知道 他平时是怎么样的 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就是你明明就是结了婚 是一对夫妻 但是你却仿佛不了解你身边这个人 他到底是什么人 对 所以就是在这整个追查的过程当中 就是发现了很多很多的事 对 然后整个的气氛就是你知道 就是怎么会这样 好不安哦 这样的感觉 童爷下身真的是很厉害耶 真的很厉害啊 他写这种真的很恐怖耶 对 可是他那种恐怖不是那种 躲在门后 门后面吓你的那种恐怖哦 是让你很不安 会毛毛的 对 他就是会让你觉得 哪里好像不太对劲 对 好像哪里有人一直在看着你 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那个想法会在你的脑海里不断的一直回荡 一直回荡 然后你就一直想这件事情 所以你知道吓自己是最可怕的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好 但是我觉得啊 因为他在描述这个人 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这样子的关系 我就是还蛮喜欢的 像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 他说 我们在做了无数无可挽回的傻事中 慢慢老去 又在得不到原谅的情况下 渐渐死去 嗯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啊 就是你会 你会去思考说 对 然后你就开始会去思考 你现在在做的 每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会有好的 有坏的 有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吗 嗯 就是他是一本小说 但他在叙述这个角色的他的心境的时候 却非常贴近读者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生活感受 对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句话我也很喜欢 就是光是有一个无法让别人明白的想法 就有种变老人的感觉 真的 那这是秘密的重量啊 对 所以我常觉到我 这样你觉得你自己是老人吗 哈哈哈哈 对 真的也没有错 这就是秘密的重量 而且我觉得 有些时候啊 两个人就是家庭 你说 再亲近的兄弟姐妹 当然也会有真的很好什么都说的 可是你真的要完全的理解你自己的家人吗 就是 其实还是会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里头 他扮演的角色真的太多了 对 你不会知道今天他在家里面面对父母是这样 两个他回他又到了公司他面对同事或自己的上司又是什么样子 面对自己的朋友又会是什么样子 有太多面向 对 所以 我觉得回归到Ariel他的秘密里头 心里面那样子的不安跟猜忌跟累积已经庞大到就是 让你会觉得很不舒服需要找智商师 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 我觉得也可以稍微的理解一件事情 这也是从小说里面 就我可以感受到的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站在的一个角度 就是没有办法看到世界事件的全貌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完整看到 妈妈是什么样的人爸爸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有时候我们连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你都会很混淆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讲一个 讲一个有趣的事好了就是 我自己啊像我小时候你知道我很讨厌家长会 或者是什么同学会 以前我们礼拜六小学的时候还要去学校上课 然后我都会觉得说因为那时候妈妈就不常会来嘛 对 我就会觉得很不开心 因为别人的爸妈都会来 这件事情就我就一直放在心里耶 我一直放到我到三十几岁 然后有一次在那个跟我妈妈还有她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就讲到说哦对啊我妈妈就是很忙 然后以前其实我就突然侃侃而谈这件事就是 我很在意我妈妈没有来学校 结果我妈妈他们的朋友就那些阿姨就说没有 你妈妈虽然也很忙但她还有几次是真的有去学校 只是她都被那个因为通常都是父母一起来嘛 然后可能爸爸就去参加学校会议 阿妈妈就会去教室找小孩 那因为我就只有妈妈一个 妈妈就会被叫去开会 她说你知不知道你小学的时候 你的冷气跟你那电风扇你妈妈都捐了好几台 真的假的 对然后问她说那蛤怎么会捐 怎么我都不知道 她说我妈因为我妈妈是上夜班的嘛 然后每次你知道那种家长会都九点十点 然后她说我妈就在那个开会的时候 我妈就在打瞌睡 就是忍不住就一直杜孤 然后她突然看到诶就是OK的话 请愿意的家长就举手这样 她就看到别人举手 她就也举手 然后后来才发现 她举手都是在捐电风扇跟冷气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知道小时候因为是战难那样的立场 因为妈妈没有来教室找我 对 然后我有一个这样的心态 就觉得妈妈就是后来变成是 可能比较晚一点才来 或者是中午可能12点放学 我在学校的对面餐厅碰面 可是我没有一个意识 就是说其实我妈妈她很努力在陪伴了 但这件事情都没有 我一直都觉得我小时候很孤独 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可怜哦 然后很没有安全感这样子 然后长大之后才发现 其实没有耶 我妈妈她有稍微用她可以努力的方式在为我努力 所以我就觉得说 当然这个两件事情跟Ariel 她现在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 但我还是要说就是父母啊 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当然她就是长辈 然后是生我们养我们的 就是非常辛苦的 然后又是我们要尊重她 又要爱她的一个角色 可是如果换成一个个体来看 她们就是一个个人 就是一个很独立个体的人 就像我妈妈 她是我妈 可是她就是有一个很傻 或者说有些很有趣的状态 可是她就是我妈妈 然后就是 这是她这个人的个性跟她的特色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去除掉这个角色的时候 说不定你可以重新去理解她 也说不定 对 然后再来我觉得最后要说的就是 我觉得秘密啊 就是有句话有讲有说过嘛 就是这世界上是没有永远的秘密的 所以我觉得 说不定到有一天 你真的有办法准备好 就是跟你妈妈聊聊这件事情 说不定当你开口跟妈妈聊了这件事 妈妈会给你一些不同的东西 但是没有人可以确定 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 因为毕竟这都是一个选择 可是选择结果不会有人知道 对 但就只是在于你 有没有办法愿意去选择 以及有办法去面对 因为重点是你不要觉得有遗憾 或是心里面有一种 就是说 比如说像对父亲有罪恶感 就是你不要有这样这样的遗憾 我觉得是最重要 如果你心里面是有疑问的话 你就去解决它 只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解决它你需要具备很多的条件 你需要很多的武器 你可能先要让自己变得强壮 对 可是这个过程你不会知道什么时候 但说不定某一天就在一个很奇妙的时刻 可能会解开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的答案 对 好 所以呢 推荐给Ariel的这本书是童眼下声的 无尽的耳语 然后也非常谢谢Ariel 愿意跟我们分享 这是你的秘密哦 这里是秘密储藏室 我是大咪童 我是小咪咪 嘿 就是啊 我觉得每个人的秘密跟想要说的话都不一样 可是我跟小咪咪都非常开心 也非常感谢大家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们生命的故事 因为每一次大家分享的每一个故事 不论是开心的或者是不能说的秘密 或者是难过的 我觉得都给我们很多可以重新去思考 或者是学习的一些东西 对啊 我们也很荣幸可以变成你的树洞 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再征收新的秘密了 但还是欢迎大家 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觉得不舒服的事情 或者是有很多很多的秘密 那或许你可以打开一本书 然后再把这些秘密或者是小说的话 就透过阅读 透过文字来抒发 是的 在最后我们的档案五号收录成功 我们的秘密储藏室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咯 挥别爱情让你自由 就去追寻你的梦 只能坚强让回忆走过 不用再相互折磨 这感情让我心碎 心碎失了身 还要微笑给祝福你就走吧 我在你身后你别会痛 心好痛 止不住泪流 舍不了 失魂落伯 告诉自己 不再相信 温柔的怀念 和拥抱 再一个 再一个拥抱 就走吧 是我不好 或许放手 看似无情 但请相信 那是因为我爱你 心好痛 止不住泪流 舍不得失魂落魄 告诉自己不再相信 温柔的谎言和拥抱 再一个再一个拥抱就走吧 是我不好或许放手 看似无情 单亲相信 那是因为我爱你 或许放手 看似无情 单亲相信 那是因为我爱你 那是因为我爱你 那是因为我爱你